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Layman 跟大家研究4月5號的第二場賽事 這場三班千二米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小馬的只有11隻 打王牌的只有2隻,後備保護拳只有1隻 出不足馬,有些次選,有些正選 看看會不會是這麼單純,還是有些未見盡的馬 會不會殺過措手不及 想和大家看看兩隻馬的時間 關乎這隻鎮山寶 和這隻的勝利風返 其實這兩隻都跑過一場 鎮山寶那天又跑第四,在一條內難 勝利風返,莫雷拉就神早移出去 他怕死沒位,就走蝕了路程回來 輸給鎮山寶半個馬位 鎮山寶再出都跑第四 莫朗球贏馬,頭兩隻都是OK的 同場有進神 今天會出的安逸寧靜 極速前進 分析一下步速 第一段,這場比這場慢了五線 第二段快一線 第三段,這場是慢很多 慢了八線 這場的末段是慢的 但如果你看一下末段是慢的 鎮山寶很後衝上來 連勝利風返都很後衝上來 只看完這一場 你都不敢說 很難說死哪一場是快的 所以我再開一場鎮山寶出來看 再看上一場鎮山寶 和這場是恆星夢那一場 就長長精彩 恆星夢這場 剛才那場是末段晚 這場是23秒6 前段快三線 這場是一樣時間 第三段是22秒8 比剛才那場快 但這場不夠勝利風返那麼快 因為那場是複日做出來的 應該 這場是長長精彩 這場鎮山寶 開回22秒8 都已經比這場快 我覺得兩場 這場是被人阻礙的 押到勝利風返走蝕位 這場鎮山寶 這場是全城再出勝馬 不是跑第二 如果不是蝕恩就贏了 所以我和大家看看這場鎮山寶 當日是 都是撿回個好檔 當日是梁家俊 看看這場鎮山寶 這場鎮山寶 是黃衣 內蘭橙色眼罩 還有雲來福星 尾四 尾三 長長精彩 後面兩隻 浩程敬進 還有那隻 當日那隻霸性 在這場鎮山寶 是退出的 第三位 還要加應轉 第四位 但你看到他 是真的騎得都很盡 可以看 即是不可以說是盡 是騎得很辛苦 應該說 尾三 長長精彩 後面兩隻 這隻 就是鎮山寶 在這裏兜了出去 前面偷出 就霸性 外面嘉應戰旗上來了 在裡面 紅衣 有全勝 在外面追跌的馬 還有鎮山寶 馬林中間極速王 外面長長精彩 就慢慢啞出去 外面位置 還用行星夢衝 在最後兩百多米 幾隻馬平牌衝至 中間極速王 有分衝 外面長長精彩 外面位置 還有行星夢 接近終點 長長精彩 就贏出這場賽事 第二名有極速王 其實他沒斷 好像很疲 很疲 但是他騎下 又上來一點點 就是逼迫那隻極速王 一點點 就看了這場 再看他和 那隻勝利風範 那場 又怎樣呢 一隻就走了外檔 驚死沒有位 一隻就在內檔 塞了一塞 那隻就在這裏 這隻就是鎮山寶 那隻勝利風範 今天又撿外檔 就在外面 那莫浪球那些都贏了馬 這場 大家都差不多為止 一隻就伏出去 一隻就貼萊蘭 就塞車 小小塞 從這裏開始 那隻就伏出去 阿拉叔 從這裏開始發力 這裏有在內面塞 這裏有大踏步 那裏在內面 還在找位 這裏開始拔出來了 這裏已經踏順了 這裏打斜才出來 內蘭健康美麗 最後五十米 升勒側起頭 賣面捐上來 就是健康美麗 中間莫浪球 健康美麗 勝勒 兩場都看完了 那就和大家講神操吧 看看是不是這麼單純 這麼小馬 一號的協勝神區 協進還是協勝 協進 保持功夫 二號各取所需 保持功夫 三號的勝利風法莫雷 有碰國 都是屬於積極 保持功夫 四號的川河明區 市卓豐試過雜 又試過草地 試過合格 五號極速前進 保持功夫 六號加州多寶 保持功夫 七號街運來保持功夫 八號進神 保持功夫 九號小威人 十月一號 兩個鼻孔流血 休了四十日 接著試了三次 重化 接著黃俊又碰過 流完鼻血出來 十號的飛龍降臨 潘明輝有試過草地 積極 十一號試過兩貨草地 積極 騎斯調動 一號田泰安 轉薛恩 二號梁家進 變了潘頓 三號原裝莫雷拉 四號賀宅 變了國蘭 五號王浩南 轉了波建市 六號角蘭 轉了王浩南 兩個交換 角蘭轉王浩南 角蘭轉何摘耀 何摘耀 又轉了角蘭 牽涉這隻 四號和六號 七號王浩南 原裝 八號潘明輝 轉蘇迪洪 九號 上次流鼻血 史速風騎 而今天變黃進 十號原裝潘明輝 十一號 梁家進轉田泰安 自從換了配備變動 鎮山寶 跑得好 兩場都好 季內準成的馬 國取所需 但是跑開千四 現在又跑回千二 今季都是準的 這隻馬 還有就是 這麼多 當位又好轉的 包括協進神驅 極速前進 小威人 這三隻 勝利風範 又是執外檔 我自己選馬 我覺得這場馬 真真正正 很堅韜韜 走在前面做捕捉的馬 真的沒什麼 剛才也看到 好像轉 只有一隻 鎮山寶 都是守在三四位 各取所需 也是三四位 勝利風範 執外檔 又不知道他會不會搶過來 極速前進 自從出事之後 什麼喘名 呼吸異常 那些 是呼吸異常 不是喘名 都是守四五位 街運來的千四 都是要後追的 晉神那些 也是 現在唯一一個 是一隻 飛龍降臨 可能會 擺得前一點 還有一隻 小威人 又不知道他流完被血 今次有新鮮感出來 會怎麼跑 協進神驅上場 專門留後 今天 檔位好 就不知道這隻馬 會不會擺前一點 但看他試襲 都不是說 很有速度 那種馬來的 今天 如果說選馬 我自己選手在好位 又好位 我就選了鎮山寶 做膽子 檔位好一點 和勝利風範 都跑過 大家都差不多 位置回來 但一隻就是塞車 一隻就是蝕位 兩隻都是有少少 可以調整跑法 可以再拿得 跑線好一點的馬 所以我還是選一隻鎮山寶 不是說馬高過他 還是差過他 只是憑一件事 就是檔位 和磅位 這一點 就是 勝利風範 放在內蘭 莫萊拉 放進去 然後在裡面捐出來 或者一早咳 貼爛 可能又不同了 我就拿了這隻鎮山寶 做膽子 第一隻當然要拖勝利風範 十一檔 這隻鎮山寶 這隻鎮山寶 剛才看到他在外擋 頭都在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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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我覺得更硬 是複日 辣神再出都可以 紅心鎮 一直在我心目中 都是一隻後上不錯的馬 藍莊之歌 那場沒有什麼飛數配合 泥地又跑回近了 電子群星 連連豐收 都是貴來贏過馬的馬 但是那天遇到複日 有很多馬都不想怎樣跑 最後一隻鎮山寶 最後一隻鎮山寶 幾十倍的馬 那天鎮山寶 好像有風聲 我要殺馬 這隻鎮山寶 這隻鎮山寶 阿拉宋都追上來 今天只不過 檔位要在外一點 由九檔變成十三檔 可能會被動一點 但是馬就比較少 這場又不是十四隻馬 所以就選擇他 另外再選擇一隻 我也是選擇一隻 國取所需 這隻馬就不是什麼厲害不厲害的問題 現在是選擇到那些 他曾經在千二 跑來跑去 除了抹了這場跑馬 三二二四 三二二四 然後上去三場千四 都是近的 輸來輸去最遠都是三個馬 所以他輸四個馬 那場其實是很多 很多厲害的東西 聚財 極速王 聖力 小太陽 那天被人頂了外諜 所以這隻 國取所需 阿摩就很想交代這隻馬 但是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由千四縮回來千二 就是這一個 十一號的 但是都是要選擇的馬 都選擇他 其實就是 十一號的鎮山寶做膽 拖三號的勝利風範 二號的國取所需 然後選擇一隻 毛尼頭馬 加州多寶 季內都OK過的 這隻加州多寶 其實在沙田 是一隻比較被動的馬 阿田泰安贏馬 那天還要打馬鞍前面 那天是臨場下很多票 不斷扮馬鞍前面 就扮贏了 後來再輸上來 有兩場 都是輸兩個馬 不會太落後 其實你看回沙田那兩場 一場輸兩個半馬 一場輸四個馬 但是交的時間 最快的那一場 都是草地季初 1分09秒5 那輸四個馬 那一場 我都看一看 輸四個馬 那一場 都是小太陽 合衝共濟 團結精神 健康美麗 再看上一場快活谷 就跑過第五 國能哥哥 那輸給極速中馬超能量 和獸神 都已經可以看一看 後面那些旋利多彩 跑回泥地都可以 獸神 連再跑都可以 那天我都有投注這隻馬 這隻加州多寶 其實沙田不是不行 他跑法是比較被動 但是如果他都叫被動 街雲來中被動 盡神更加被動 其他如果要殺些協盡神區 村航明區 那些就沒得說了 小威人 我見到他試過兩貨集 就叫做普普通通 但是真的不知道這隻馬是怎樣 健康狀況 始終都流過鼻血 所以就放下他 那這場的個人心水 就用鎮山寶 這隻是鑽瘡馬 希望姚本輝也跌到心水 想交代 剛才你見到梁家俊 都不斷騎下去 馬騎到有些屁屁的 都不斷騎 他又撕上來 其實都騎得很認真的 但是就遇到一些強手 今次就遇到一隻勝利風範 各取所需這些 好似上就是弱了少少 看看是否這麼正老 這場馬 究竟為什麼出不捉馬 有什麼馬在殺星震天 可以去思考一下 飛數吧 十一號的鎮山寶 做膽 拖了三號的勝利風範 二號的角取所需 接著加一隻 快活谷過來的加州多寶 十當就十當 搏腳就搏這些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